爸爸帶著爺爺奶奶去社福中心探視寶貝兒子 結果一看之下 發現小朋友身上都是傷痕跟瘀青 家屬們氣壞了 追問社工卻得不到答案 當爸爸的十星男子很難過 因為小朋友無法回家一起生活 都是因為跟前妻之間的戰爭 十星男子家族經營不鏽鋼事業 擅長改裝貨卡車 被稱作台灣貨卡車改裝大師 升駕上億元 她如姓前妻是張興大學老師介紹的自家外甥女 兩個人認識一年多後就論及婚嫁 但這不只是場噩夢 更是一連串荒謬事件的開始 十星男子說 兩個人在2012年代 擅長改裝大師 十星男子說 兩個人在2014年結婚 但這六年來卻沒有上過床行過房 總之小朋友就這樣出現了 而且婚後妻子情緒就時常不穩定 發脾氣就會拿力氣亂灰 甚至還曾拿刀架住小朋友的脖子 看到小孩子的母親拿刀架著小孩子 她就架著小孩子然後就說 她要把小孩子帶走 她就說 你如果想要看小孩子就拿錢來講吧 雖然爸爸講得蠻腹委屈 但記得實際求證小朋友的母親 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甚至對方還拿出保護令 還有離婚訴狀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做好事情是不可能 會不會臉太誇張 她確實是沒有重要 我要把鑑定的報告告訴他們 我的小孩有語言發展遲緩 注意力不足等衝動性 幼稚園老師有告訴時間生說 要帶她去評估 但時間生也是回老師說 小孩子有評估過 可是小孩子並沒有評估過 前妻不願意再回想兩個人的相處過往 因為從保護力上看到 前妻不但多次被趕出家門 甚至被迫發生性關係 還有拍攝不啞影片 不論夫妻到底是誰說真話 恐怕最大的受害者 還是無辜的小朋友 在不見面前推薦 視頻中心 被判斷了 視頻中心